也不奇怪 这藏书阁里放满了书 让人觉得有些热 杨末琢磨着该转身离开 可惜书还没有捞到一本 长家的一书不只是多 那是非常多 而且各种类型手抄本的东西 想来原本一定珍贵 长家人让王爷来藏书阁里找书 杨末忍不住问 诚吴小姐的模样 不像是知道藏书阁里有人 周成林停顿了片刻 面皮还装作绷得很紧 但是眼睛却格外的亮 像是遮掩的时候预盖迷章 没有 诚老爷请我来吃酒 诚老爷请来吃酒 他却出现在书阁里 加之书阁外面的锁没有被打开 如果承家人知晓 就不应该引他来 有些事他觉得疑惑 不问不快 杨末倒 王爷是怎么进来的 周成林看了看杨末身后 杨末爽过头 看到了打开的窗子 窗子下面 依稀是成家的墙头 周成林脸上一派认真 程老爷醉倒了 左右无视 或者进来找些书看 杨末一睁 又翘脚跳望 跳墙 周成林看样子是成家的常客 这样来来回回的跳来跳去 成老爷只是睁只眼闭只眼 还是半点不知晓 杨末和周成林这边说着话 那边成老爷催促下人 去寻成夫人 老爷说 贵客不见了 想到贵客经常去藏书阁 成夫人不禁心中一紧 她本来是好心安排杨大小姐去看书 她还不会就这样遇到了吧 那可不得了 怪是妈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半傻道 夫人 杨大小姐没有下楼 就应该是没事吧 说不定贵客 只是走了也没说一声 这样的事也是有的 宣王还不会静悄悄地走 成夫人越想越六神无主 都是她不好 没想到这一劫 成夫人吩咐管是妈妈 你让她去找找 我进书阁里去问一问 事到如今 也只能这样安排了 若是贵客真的在里面 她也好接应杨大小姐 免得闹出尴尬事来 成夫人想着 推开了藏书阁的门 杨末听到下面传来 成夫人的声音 大小姐可找到了想看的书 万一让成夫人看到 她和周成龄都在这里 那情形可就热闹了 恐怕要将成家上下都惊动 杨末想着 转身就向楼下走去 周成龄站起身 将手中的书放回了远处 成夫人会留你在这里 多做一会儿 周成龄说着 湿湿然从矮击上拿起灯 吹灭抱在怀里 静止走到窗子下 现在这种情形不是他走 就是周成龄消失 这样才算是风平浪静 看周成龄的样子 是准备先走一步了 周成龄直至柔下 杨末才想起来 还没有回成夫人的话 书太多 还没找到 楼下的成夫人 顿时舒了口气 看样子 杨大小姐应该没有 看到那位贵客 这样想着 成夫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来帮大小姐找吧 杨末应了一声 转头去看周成龄 周成龄从窗子中一跃 一动身跳到墙头上 然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周成龄就这样溜走了 让杨末心中觉得很爽快 他在他面前吃过亏 仓皇而逃上眼了两次 而今总该风水轮流转 让他神清气爽一次 毕竟他是不速之客 他是被成夫人请进来的 成夫人走上楼来 杨末依稀还能看到窗外周成龄的影子 梅香还在愣着 杨末伸手拍了拍梅香的肩膀 梅香这才将灯提了起来 和杨末一起出去迎接成夫人 成夫人满点笑容 这里暗了些 有些书就不好找了 好在这院子里平日里没有旁人来 老爷今天又高兴 多喝两杯睡下来 我就来陪着杨大小姐 杨末点点头 成夫人笑着介绍起成家的书来 划分方法是从古到金一字排开 外面的是寻常的书籍 里面放着的是难得一见的藏书 就算是朝廷的书库 也是从这里抄借 走到书架跟前去看 杨末这才发现 刚才周成龄拿着的也是一书 杨末好奇地打开 一张字条赫然地印入他的脸 赫然地印入他的眼帘 本来他没当做什么 可是将那字条看仔细 顿时心脏一致 停顿了片刻 然后又昏昏地跳起来 他全身的血液都如同被烧开了般 灼得他出了一层的汗 那字条上写的是 网状上行激活系统 抑制导致意识障碍 看第一遍惊呆 再看第二遍 杨末手一颤 灯石江苏和尚 网状上行激活系统 这样的说法是现代才有的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几百年前的古代 就算是大洲朝没有闭关锁国 西方的医学术语 说不得可以流传过来 但是西方的医术 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 不可能 现在的术语 用繁体字写出来 夹在古书中 这是怎么回事 惊讶过后 杨默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对待理解不清的是 先要试着用最简单的方法解答 也许是他说过的 正好被周成林记住了 他有没有说过网状上行激活系统 他有没有提过 若是此时此刻 能有一个人帮着他回应 大概有多好 自从在古代行医 他接触的病患 已经有几十个不止 每次辩证 他都小心翼翼 尽可能地用忠语的语言 讲现代的西医知识 不可能会直接地说出一个术语 要知道 稍一失误 就可能被人握住把柄 若是有人将这话拿了出来 让他解释 他如何能解释得清楚 所以不可能 绝不可能 那么梦中呢 有没有说过这样的梦话 会不会是因为思良周成林的病 说出这样的话来 可即便是他说出来 又是谁写出来的 程夫人没有看清楚 只觉得杨大小姐 眉梢带着惊讶 神情低沉 不知道在想什么 像是被吓住了 程夫人试着道 有什么不妥 杨末摇头 我家也是世代行医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本医书 这字条的纸有些皱 看不出来是什么时候的 上面的字稍微显得有些潦草 杨末心中有些许怀疑 一下子全都冲到了头顶 他不知道该不该说起 程夫人笑道 程家祖上在前朝编撰各种书籍 家中长辈也是爱书如命 这才传下来 虽说平日里不给人看 不过祖训都是因那些居心叵测之人 言下之意 程家有时会默许信得过的人来看书 所以进这个藏书阁的外人 除了他和周成林应该还有别人 这字条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就更加不好推论 周成林 他见过周成林的字 绝不是这样 如果不是周成林 那么周成林有没有看到 杨末思存片刻 抬起头问下程夫人 夫人 我想仔细看看这本书 程夫人点点头 转身吩咐下人 拿一盏灯放在矮桌上 杨末趁着机会 将书慢慢翻动 希望还能发现其他的蛛丝马迹 却除了这张字条 什么也没有 简单的将书看了一遍 杨末握着那张字条起身 向程夫人告辞 有了这一劫 他已经无心留在这里看其他的遗书 从堂书阁里出来 程吴小姐联邦迎上杨末 改日能不能去杨家看姐姐 如今的杨家不过是小户 但凡登门的都是求医的 想要过去做客 程吴小姐还是第一个 旁边的程夫人也没有阻拦的意思 杨末笑着汗手 自然好 程吴小姐笑歪了眼睛 便是这样一言为定 只要姐姐有空 就让下人来知会 我们姐妹必定会去的 程吴小姐很爽朗 这样的性子 让人觉得和她相处十分舒坦 杨末回到家中 程家除了奉上枕金之外 程家两个小姐 还各自送了杨末香囊做礼物 陆姨娘见了心中高兴 能有京中小姐愿意和大小姐交往 大小姐的名声也会好些 这么说 侯三奶奶的病就完全的好了 陆姨娘已经听到了消息 杨末放下手里的茶 迎上陆姨娘的目光 不好说完全好了 要看日后调理得怎么样 若是将来生育 恐怕还要费些周折 陆姨娘颇有感触 这样已经不易 至少保住了成家的名声 在古代 为名声而死的女子不在少数 前世的杨末兰和陆姨娘 又何尝不是因此丧命 梳洗之后 杨末和陆姨娘坐在床上说话 陆姨娘很担心保和堂的事 既然不让收徒 不收也就是了 何必较真 陆姨娘的性子太过软弱 如果杨末只是准备好 做个幕后的东家 从一开始 她也不会闹出这样的动静 众人议论她收徒之事 一是当她是女子 二是根本没有把她当作堂医 她若是就这样因此退缩 将来又要如何 杨末看了一眼跳跃的灯火 笑着道 姨娘放心 我已经想到了法子 说到这里顿了顿 不是旁人不愿意拜我为师 而是我不肯随随便便地收徒 陆姨娘不明白 这又是个什么道理 杨末躺在床上睡不着 一遍遍地将手里的纸条 拿出来看 外面传来春河的声音 小姐还没有睡着 杨末恩了一声 春河端着灯走进屋 端着茶杯递给了杨末 杨末摇摇头 你去歇着吧 我看看书也就睡了 小姐不要太劳累 这个家都靠小姐撑着呢 今天在府中听姨娘和沈太太说起甜颤上的事 姨娘心性软弱 很多事不能拿主意 大小姐日后不知道要操多少心 杨末点点头躺了下来 春河吹灭了床头的灯 然后退了出去 屋子里宁静了下来 杨末慢慢思量 会不会是这里还有一个穿越者 想一想 却觉得不可能 如果是这样 她之前不会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她用西医的方法治病 古代人只觉得她惊世骇俗 现代人却立即能发现其中的端倪 早应该有所表示 如果不是穿越者留下的字条 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杨末在床上翻了个身 面对这样的事 她除了自己找到答案 不能与任何人商量 第二天一大早 杨末就摸着枕头下的纸条 纸条还在 上面的字也十分地清晰 一时半刻 她还是想不明白 杨末拿着纸条 放在了紫檀木匣子中 春河秋桶两个进屋来 侍候杨末起身 陪着陆姨娘一起吃过早饭 陆姨娘将庄子上的情形 说了一遍 原来都是长家在管 庄头不要说了 已经不是我们杨家从前用的 里面的电户和长工变化 倒是不大 不知道大小姐要怎么安排 是继续用这些人还是 杨末道 从前这些庄子也是祖母管的 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情况 还是让庄头和庄子上的管事 过来家中 我们问问再说 没弄清楚之前 贸然换人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尤其是电户和长工 本来都是附近的百姓 变不变东家对他们来说 没有多大关系 他们真正在意的 是一年辛苦下来有没有收入 长工和电户的钱不能欠 别的可以慢慢来做 陆姨娘汉首 杨末道 庄头那边好说 只要将近些年来的账目 要来算一算 看看近象和支出 就知道这人堪不堪用 有些人 诚诚恳恳本分地 做好手中的事 有些人手脚不干净 喜欢在账目上下功夫 陆姨娘将杨末 吩咐地交代下去 然后将杨末送上了马车 杨末竟直去了饱和堂 旁边的药铺伙计 见到杨家小姐的马车来了 都精神了几分 长大小姐收图不成 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 杨末竟直走进药铺 然后写好纸件 拿给白老先生看 先生 您看我写的是否有误 白老先生看向纸简 上面写着 病患五十岁 坐牢 饱餐后发病 上腹痛痛三日 加重就诊 腹部平软 胸口压痛 扣诊骨音 肝肾躯 无寇肌痛 偶有恶心 胃寒 发热 脉服如偏 树重案不足 易怒 大病唐息 问 根据病情 本例病患可能的病 有哪些 再问 诊病后 应用什么药方 更问 用药后 病情无环节 反而加重 要如何处置 白老先生看向杨末 大小姐 这是药 杨末道 先生让我想好 要怎样择图 从今天开始 每隔两日 我就会在药铺门口 公布一个病例 能仔细诊辩的人 便能进药铺和我学习 不但要写出 病患可能的疾病 还要写出应对的单方 杨大小姐 这病例看起来简单 但里面藏着不少玄机 尤其是杨大小姐 诊断的法子 那是普通医者 不会用的 这样写出来 一定会引起激论 杨大小姐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白老先生 捋着胡子汗手 这媚案 写得清楚 依我看可行 这要白老先生支持 证明他现代 和古代混用的 诊断方法 能站得住脚 杨末将指剪 递给了旁边的伙计 让掌柜的腾鞋下来 贴在药铺门口 广为告知 想要进宝和堂学习 先要答题辩诊 经过筛选 伙计应了一声 芒将杨末的话 告诉了江掌柜 江掌柜不由得一争 大小姐这是什么意思 明明随便办师 都没有人来 如今却设立下条件 这可不必争郎中伙计呀 凭的是百年老殿的 名气和工钱 外面对大小姐 本来就议论纷纷 现在大小姐 反而更加这样做 那些人 如何肯来辩证 江掌柜这样想 却想到了大小姐的脾气 看似软弱 却是很有主意 便接过了伙计手中的指剪 立即让人抄写 不一会儿 宝和堂就将杨末 写好的考题 张贴了出去 听到没有 杨大小姐收图 还有条件呢 宝和堂门口贴着麦案 让大家瞧呢 若是想要拜师 就要先解除题目 不一会儿功夫 大家就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还从没见过 哪位先生这样收土地 何况是一个女子 杨大小姐能写出什么题目 要不要去看看 一个弱女子 能写出什么题目来为难人 想到这里 很多人跃跃欲试 走 去解出来为难为难杨大小姐 看她是否有证解 就是 不就是辩证吗 我们也羞扫羞扫她 一个女子 敢给男人们出题 也太胆大包天了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你们去了 就是郑重下怀 杨大小姐这样做 就是让你们去看麦案 这样宝和堂门前才会热闹 不管你们说对 还是说错 出名的都是宝和堂 杨大小姐不费吹灰之力 就利用了你们 听了这话 大家都觉得正是这个道理 都不去 对 都不去 没有人去辩证 杨氏这出戏也辩不下去 我们就在一旁看热闹 宝和堂门前冷清 江掌柜有些暗暗着急 大小姐这个法子到底行不行 一个时辰过去了 正当江掌柜失望时 有一个小孩子拿了一封书简送到了江掌柜的手中 让我送信的人说不是要拜师 只是要和大小姐论证 看来是有人要论证 却不肯现身 借着孩子的手将书函送来 江掌柜将信函送进去 杨墨头也不抬 放在旁边吧 就这样放在旁边看也不看 江掌柜忽然很佩服大小姐 大小姐每次都是这样泰然处之 就是因为这样才能让人慌乱 一封封的书信送来 杨墨手边积攒了五六封 就这样 看来花团 之前就这样 找马桶 快要 小说 你有五十 儿 帅